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投资马拉松频道 今天继续跟大家聊黑美股票 这是这家公司在公布了2022年第二财季的财报之后 我做的第三期相关的视频 希望大家不会有消化不良 今天会跟大家比较系统的 简单的回顾一下投资这家公司的一些想法 然后也会有一些进气操作的介绍 希望对您有帮助 我们现在就开始 为了方便分析一家公司 我用了MUST这四个字母来提醒 从不同的方面来观察一家公司 然后也会从风险的角度 对这家公司进行一个评估 最终的目的是通过了这些 以上提到的这些项目的分析之后 自己愿意投资来做这个生意 所以叫谈笑风生 具体到黑美这家公司 我们主项来看 M是指MOT 护城河 也就是这家公司有没有一些独到的地方 去防止竞争对手的一些侵蚀 对于黑美公司来说 它主要的业务在网络安全这方面 它的特点是用AI和机器学习的方法 来增加自己的系统 对一些恶意软件的辨识 还有处理 那么这些用AI来做的方法 主要是看自己的算法 还有自己的AI的成熟的程度 因为它接触的情况越多 那么它预测或者是反应 还有处理的效果就会更好 在这方面我们能看到有一些进展 但是将来还要有更多的一些实际的进展 来进一步印证 我说的意思是在市场上能够得到更多的用户的一些认可 这里边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2022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的时候 他的CEO江陈在记者发布会上面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呢 比一些数字我更加感兴趣 而且也更愿意得到这方面的信息 他提到有一家公司是世界前十大的一个汽车制造商 他们在选用自己的Cyber Security的软件方面呢 是跟另外两家直接的竞争对手 包括Carbon Black 还有另外一家比较火的最近是Cloud Strike 这两家公司 就是面对面的去比他们这些系统的一些性能 最终呢 BlackBerry的软件呢 就得到了这家公司的认可 使用它了准备 那我就想呢 如果是在其他的公司 在其他的行业越来越多的遇到这样的一些实际的例子 我觉得这是对他的AI系统的一个认可 这可以变成他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护城河 因为你的AI技术如果是更加成熟 你接触的更多 更多的客户用到你的这个软件的话呢 你积攒的这些经验呢也有更多 将来其他对手呢 追赶你呢就越困难 另外在IoT就是物联网这方面呢 我觉得相对来说 他的这个护城河呢 比较更强一些 因为他在这方面呢 有更长的历史 他的QNX这个汽车操作系统呢 在现在路面上有195个million的汽车呢 都在使用他的这个操作系统 所以呢在安全方面呢 还是有一定的非常强的一个经验在这里边 另外呢我们也是眼看着 在过去半年一年左右呢 世界上最大的25家电动车的生产商 其中有19家到发展到了 目前24家都在使用 不同程度的吧 使用这个黑莓公司的一些软件 另外呢 他本身在系统安全的这个特性上呢 有他独到的地方 因为他是用微内核的这个系统 这个具体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讲了 在我好多其他的视频里都有提到 另外呢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Blackberry想到了一个用 Blackberry IV这个信息平台 而且呢得到了亚马逊AWS的一个合作和认可 共同开发 这个呢已经进入了尾声 10月呢就会给这些汽车生产商 或者是其他的合作伙伴去使用 明年2月呢会正式投入市场 得到这个亚马逊的认可呢 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如果只是Blackberry自己开发呢 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的一个市场的效果 还有市场的认可度 这就像打举个例子吧 就像400米赛跑 4乘100米赛跑 如果你得到了博尔特的这个认可 跟他一起一个队参加这个4乘100米的接力 那么其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呢 应该都不会太弱 这是MOT 我给他们都打了一个分数啊 相对来说 以10分为满分的话 MOT方面呢 我暂时可以给到他8分 根据情况的发展呢 可能会再调整 另外呢 Ender Value就是这个U所代表的 我们等一会儿会有个试算表 再跟大家分析 另外S就是Sustainable 这里呢 我主要是讲 就是他投资的这个行业 或者自己的产品 是不是有持续性 会不会是将来 未来市场的一个发展方向 将来是必须的一项东西 我们其实能看到哈 在他的网络安全 还有这个物联网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在这方面呢 我是没有任何的怀疑的 所以给他比较高的一个分数 另外呢 这个Trust就是对这个管理层 还有其他的生意伙伴的一个信任度 目前呢 这个管理层的诚信呢 还有经验呢 是还是可以 还是不错的 只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 也算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吧 执行力啊 还有一些市场 实际的效果呢 好像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理解 因为在这样这么大的一个转型 从一个硬件的生产商 慢慢的把剥离掉 把他这个原有的业务剥离掉 然后去转型到一个软件公司 而且呢 还要跟自己 其他原有的这个产品呢 就有一个融合 产生一个协同的效应 这是也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呢 他的这个产品成熟 固定下来以后呢 能够展示出来 他公司的管理层的一些执行力 然后最终呢 能看到一些效果 对市场也好 对客户也好 还有对股东呢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会拭目以待 整体来说呢 对Must这个四样东西的这个分析呢 我觉得可以给到他8到9分吧 我觉得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投资这家公司 相对来说一个基础 下面呢 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张 对他的这个估值的一个分析 你这个列表 这里边分别列出了 2022年预计他全年的 他的财年是不一样的 现在是属于他的财年的 2021到2022年这个财年 到明年2月是一个财年的结束 这里边都是一些预计的数字 应该八九不离十吧 网络安全这方面呢 他大概有500个Million的这个营业额 今年IoT物联网呢 会有180个 另外呢 Payton他正在卖 我们就不计算他这个生意额了 我们会单独再说 如果全年是680个Million 以市场目前对他的估值来说呢 是有个市销率 就是市场over他的销售额 是给了7倍的这个销售 这个一个multiple 这个数字呢 相对一个在这个行业软件方面 有发展的一个企业来说呢 是相对比较低的 其实是大家对他的这个 过去的一段时间的这个执行力 市场认可度 不是那么认可的一个表现吧 他是7 我们知道他的一个刚才提到的 那家Cloudstrike那家公司呢 市场给他的大概是四十五五十倍 五十倍有多 而且最近他在股价下跌 所以才变成了不到五十的时销率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那家公司呢 就是他每一年有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 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增长率 那么从黑莓过去这个季度来说呢 是有一些好的迹象 在他的网络安全这方面呢 第二季度是比第一季度有百分之十二的一个增长 所以呢 下一个季度 然后未来两三个季度 他能不能维持这样的一个 在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个增长 当然也包括物联网 如果他能够持续这样的一个增长势头的话呢 那么市场对他的这个估值呢 也会相对会提高 那我们这里分开三个类别吧 就是一个比较差的情况 就是现在市场给他的七倍 然后也是一个中等的 是大概十倍的市销率 还有给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市场普遍来说的一个是 一个情况吧 二十倍 那么当然了也会作为一个对比 我们如果是他用Cloudstrike这个市场 给他的这个估值 如果他发展的势头也会这么好的话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里跟大家说这个结果 大概最差的情况呢 如果现在整体的市场是不变的情况下 只是这样分析 那么他的这个市值呢 应该是在4.765这个Billion 另外呢 还要加上一个他Payton的卖出的这个金额 我们假设是一个比较低的这个预测吧 是0.5个Billion 那么加起来以后呢 大概5.2 跟他现在整体的市值呢 就是差不多啊 这因为他也是按照目前的市值来计算的 大概 在这个基础上呢 其实他下跌的这个风险呢 相对就会小一些了 如果他发展的势头还不错 我们这里算出来呢 大概会是6.5个Billion 那么如果他卖Payton的这个专利的这个 这个数字呢 会达到一个Billion的话 那么他的市值呢 应该会有35%的一个上涨的空间 另外呢 还有在如果他发展的比较好 可能会有两点 是目前的2.8倍 当然了 如果是最理想的情况下 如果他跟Cloudstrike那样获得市场那么好的一个认可度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升到6.5个 6.5倍目前是值的 这里必须提到呢 我们没有算Blackberry IV的这个业务的可能的一个估值 因为这块业务呢 相对来说 他还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 只是一个目前正在开发市场的接受程度 也不是特别确定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这张表呢 主要给大家一个粗略的一个估计吧 不能说是非常准确啊 只是大家在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市场接受的认可度的情况下 它的估值会是怎么样的 刚才呢 是分别从MUST四个方面呢 对黑莓公司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这奠定了我们投资这家公司的一个基础 我们同时呢 也要对它的风险因素呢 做一个评估 目前来说呢 整体市场的风险呢 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整体市场的一个估值比较高 这是一个基础 另外呢 还有一个市场的这个利息 利率 政府的财政政策 金融政策 还有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 导致对供应链的一些影响 这些都是黑莓公司 两块业务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这些只是对短期 或者最多是一个中短期的一个影响 我并不是非常在意这方面的一个影响 我比较关注呢 是黑莓公司 它两块业务的市场接受度 然后还有它本身的这个竞争优势的这个建立 还有加强巩固 如果在这两方面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市场接受程度的话呢 它短期的一些市场风险 我会把它看作一个加仓的一个机会 股价呢 这里再简单说 因为它没有包括Blackberry Ivy这块的业务呢 而且它整体的市场对它的一个估值不是很高 所以呢 我个人感觉它正常情况下 它下行的这个空间呢 相对比较小 上升的空间呢 还是比较大的 目前的这个价格呢 其实是Ivy业务呢 是白送的 另外呢 它现有这两块业务 如果不算Ivy 它本身如果得到市场接受程度高一点 或者市场的这个认可的话呢 市场对它的估值也会增加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WSB 就是Wall Street这个 这个散户投资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作用 也是阴差阳错 黑莓公司也被列到了这个网红股 这有两方面的有好有不好双刃剑 好的呢是增加了它的知名度 不好的呢就是股价的波动变大 不确定性也增加 给建仓呢也会增加了一点难度 但是这也是两方面看啊 如果我们合理的掌握了过去一段时间 Short squeeze这个影响的话呢 自己也会有一个不错的投资回报 也会有更多的建仓的这个机会 如果你掌握好的话 另外呢我因为在它第二季财报呢 看到了它各方面的一些进展 还是比较理想的 所以呢我把自己的仓位呢 增加到了跟出现Short squeeze之前 压空事件之前的那个比例 如果它的产品还有服务 得到进一步的市场认可呢 我会增加这个持仓 同时呢如果市场有一些 非基本面之下的一些下跌的话呢 我会考虑继续加仓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只是跟大家分享 不是一个投资的建议 您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做一个决定 今天的内容呢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对您有帮助 麻烦您帮我点个赞 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呢 麻烦您订阅一下 我们可以分享更多 跟投资相关的一些话题 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